你听说过冬奥会收银员吗 这里的收银员并不是说商店收银员 而是只出征六届奥运收获五枚银牌的中国女子空中技巧队 但就在去年 北京冬奥会时 徐梦桃打破了这一魔咒 但这一路走来却并非一帆风顺 16年备战期间 徐梦桃左腿膝关节韧带断裂 切出了将近70%的外侧半月板 2018参加平昌冬奥会不慎摔倒 伤口再次开裂 但伤病没有使他停下 凭借坚韧的意志 他不断地训练 最后以最高的难度动作 战胜了北京冬奥的冠军领奥比赛 然而为国努力默默付出的又何止运动界 近日 科技界的一剑大石是百度文新一言发布 作为头一个勇敢站出来挑战拆GPT的中国企业 百度一如既往地遭受了不死麻烈 但也有像与敏红走不少大佬 未经验红战的 就像徐梦桃不是天生的天赋家 而是后天的努力家 百度敢于作为国内第一个正面硬钢拆GPT的企业 是因为有十年AI布局的底气 也是因为中国人爱拼的根骨 因为也不是每个企业天生都有全世界最好的人才资源 创业土壤跟金融话语权 百度敢于第一个站出来正面迎战拆GPT 接受大众的检阅又何尝不是重用器 市场也给了股价大涨的信息 所以说中国人到哪都不服输 因为坚韧永远都是中国人的底色